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的岳余谈 较早前在北京的天安门里出现了一宗新闻 很多反共媒体都将它煲得很大 杀有戒士地说天降这个异兆 大做文章 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哈雷瑞星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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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出现了七色彩虹出几道 还是集体的中国人民在天安门里拖屎 还是怎样呢 老鹅吸引了我想了解这一宗新闻 看一看原来有一只黑天河 环空飞过了天空 然后在五星旗 番茄炒蛋旗绕了两个圈 跟着带无私仰降落在天安门赶场那里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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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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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隻小小鳥在興安門國安場出現 平常到不得了的平常事 但竟然引導一些公安來驅走群眾 然後就踏走這一隻黑天鵝 可憐這一隻黑天鵝 自己在這裡梳理雨無曬太陽 在吃鹹洞 這群傻子趕走圍觀他的屠人不但還足夠他走 所謂何事難到北京又散發這些禽流感 還是這隻黑天鵝是大殺傷力的武器 會危害國家安全呢 吃得下肚子的朱古力可以危害國家安全 非能到天這麼高 再大無私量降落在地上的黑天鵝 當然也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來在今年年初一月二十八日 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習大大在中共政治局的會議 提醒你們這些橘頭皮幹部 中國人 共產黨員 你這群傻子千萬不要一向這個黑師傭 不是認識的 灰西牛 還有一個的黑天鵝 出現在這個屌你腦袋的中國 大家就是屌你腦袋想想 不是吧 堂堂十九幾億的屌你腦袋的中國 竟然怕兩隻的動物 灰西牛和一個的黑天鵝 他所說的是一些經濟、金融、股票市場的一些 jargon 那麼灰西牛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灰西牛就有一些市場出現了一些警告 時常提高著你的那群傻子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洗手、洗手、再洗手 這件事如果是爆了嚴重的 就可能影響深遠 影響巨大 但是這些警告往往會被忽視 這個叫做灰西牛現象 而黑天鵝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突然之間會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 而這些奇怪的現象完全沒有徵兆 就好像現在這一隻天安門廣場裡面 不知道那些人在雲層裡面 一聲飛過來 啊啊 兩叫 然後就停留在這裡 猜他不能出現的一些動物在天安門那裡 那麼如果這些突發性、偶發性這些奇怪的現象出現了 你猜他不能出現 但是他會引發一連串的這個連鎖的負面效應 那麼這些連鎖的負面效應呢 就是你了 輕測就是 令到這個經濟、商業、金融、個人、生活 引發了各行、各業 那麼多樣的骨牌效應 總之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就是這樣 但是更加強烈的就會更加顛覆這個政權 哇 這樣子 這些就不知道 在天安門裡面那些城管、公安 這些古代裡面那些 傻子那些傻子的傻子清兵那些傻人 就想起見傻子的傻子 整班的遊人在拍攝這一隻黑天鵝 不能碰到 哎呀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說話就消毒 好 因為黑天鵝老閘 國家主席說得不准有黑天鵝的傻子 有些聰明一點 看看新聞 不能只顧著喝二窩頭 和 還有 還有中南海煙的那些 這些 那些 冷頭公安 一看一看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哎呀 大件事 什麼事啊 長官 哎呀 你不知道 子丁之前 北京有發放消息 有這個 北京會搞這個交易所 給中小企集資上市 抗衡深圳和上海 不用讓它壟斷這些股票市場 而北京的股票市場 就是呼籲 響應這個習近平所說的 這個共同富貴 含家富貴 的這個政策 不用被大企業壟斷所有的 經濟板塊 先插一插 經濟板塊就是各行各業 經濟行業 這個意思 用了蜚語 Sorry 雖然決定了 這樣的情況 現在剛剛接下冷水的消息 來一件黑天鵝的市場 哎呀 引發了黑天鵝的效應 我們國家裏面的經濟物 黑林 黑林 你不想 可以當 影響到習大大的連任的 這個possibility 這個的智慧率 這樣 一個不讓各業 不讓趕他走 在大代之輪 殺頭也有之 這樣 吭吭聲就把這隻天鵝 拿走 究竟這隻黑天鵝最後的命運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拿到黃虎井裏面 做了烤鵝還是烤鴨呢 就不得而知了 據稱這隻黑天鵝 就被帶走回到順義區的動物園 或者一些動物的照料所裡面 事後被人研究 還是怎樣 會走出來 好老實說 我馬上去看看 你們這些傻瓜 共產黨是與天鬥其樂無窮 無神論主見者 神阻殺神 佛屌殺 佛 佛阻殺佛 是不是 吭吭你 你們是佛 你什麼東西都不害怕 沙包那麼大膽 你用電話簿那麼厚的胸口 吭吭你的老兵 什麼東西都不害怕 你怕那隻黑天鵝 你什麼東西 吭吭你 堂堂九千多萬共產黨員 吭吭你 除了G.I.Joe的毒蛇幫之外 罪魂勁抽你們 你竟然不怕那隻黑天鵝 當然這些東西 其實是吭你什麼 中國的小龍DNA 這些基因就發覺 好像十九才子那樣說 怕主子怪罪 有什麼東西的 吭你什麼 共產黨天下無敵 共產黨吭你什麼 人神也難敵 吭你什麼 宇宙最強 什麼都搞不想他 但是偶爾有一些 吭你什麼的差錯 他們最輕輕就是 毀過於人 吭你什麼 我屎不出 賴地限 吭吭不了 吭你什麼是吭臭 這樣的情況 這樣僅肯定 吭你什麼 不可以有東西給他們 賴怪罪下來 當然 大家看完這宗新聞就笑了 當然有很多反共的 吭你什麼的媒體 大做文章 哎呀 天降易少了 吭你什麼 共產黨不吭好的笑頭 吭你什麼出現 共產黨就快吭 吭你什麼 習近平就快駕崩 那就是說到 哎呀美好的日子就不願意 當然我作為一個天主教徒 這些 你什麼 盜人迷信 乖力亂神的東西 我當然不夠信 我立刻查一查 究竟中國本土 會不會生產 或者原產這些 你什麼黑天鵝 這一種的雀鳥 先看一看 原來黑天鵝在藍半球的澳大利亞 即是澳洲 和紐西蘭 紐西蘭 是他們的家鄉 超哥 遲些不知道會不會去帕斯定居 如果超哥遲些去帕斯定居 他就會見到 可能是黑天鵝 因為黑天鵝 就是帕斯 就是他們組織的原產地 而黑天鵝最喜歡的是沼澤 英文叫做swamp 這些河流 你不要以為黑天鵝 古力凸 但是他不肯吃素 只是吃水種植物 吃海藻 海產裡面的植物 這種情況 總之他不肯吃生物 不肯吃肉食 這種狀況 非常善良 但是 去到南太平洋 澳洲這一個地方 何來在北方的神州大地出現這隻黑天鵝 當然是你們這些傻子 不知道你是偷運 還是撻了別人的鵝蛋 回去你中國裡面培養 又或者你們這些傻子的動物園 要有幾隻出來 不知道怎麼看你 不想到飛了出來 那麼你這麼害怕 你中國股票市場稀塌 不想出現黑天鵝 你自己不要移植 移民這些 雀你什麼的雀鳥 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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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申請不肯哭 雀鳥 是不是這麼說 人家好地地在澳洲生活 雀鳥 硬是要逼人去 雀你什麼 中國生活這麼厲害 你把雀鳥 你中國人去澳洲就多 雀鳥 澳洲的動物去中國就少 你自己硬要過來 那你怪人得誰呢 那你自己 雀鳥 又擔心 又怕死 你自己中間 你國家裡面有什麼東西 西牛 你擱了就擱了 做補藥 衣揚位 就算夠數了 不要一會又賴地眼 又說見到西牛 又擱了就把他拔掉 這樣就糟糕了 那當然這些就是中國人的迷信 擱了什麼 superstitious 這些怪力亂神的看法 當然 現在他是最害怕的 在搞一個共同 全家富貴的政策 搞一個北京的股票市場 要起壇了 當然不准有任何的偏差 共產黨一定要做到 水銀卸地和滴水不漏 防衛到很重要 預防那些全家產的東西 於未然之随 打壓他們在文牙的階段 總之不准他們 屌你後來有這件事出現 但是很簡單 這件事 你如果真是屌你後來 堂堂的 屌你宇宙大帝 你連這隻黑天鵝也害怕 那你真是沒用 但是你嫁到你樓下的那些全家產 散人 廢柴 屌你後來沒有卵蛋 死太監 屌你後來 如前帶刀時衛 一個人都牛帶 你也是沒有用 因為為什麼呢 強將手下無若兵 全家產 你屌你後來 有個這麼厲害的老弟 已經在上面 怕什麼黑天鵝 這麼膽怯 是吧 見到黑天鵝 屌你後來 摸著他拍照 你懶著他來 屌你後來 全家產跳舞 全家產放上互聯網 告訴大家 你不肯迷信 你不肯害怕 屌你後來 不肯怕死 不肯炮屌你後來 這些不肯老禮的事情 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說真的 為什麼你欺貪 屌你後來 當然你心中有愧 心中裡面屌你後來 疑神疑鬼 疑心生暗鬼 你睡覺 屌你後來 每一天起床 拖幾次夜尿 屌你後來 人家敲門 你怎麼怕到春代 縮到龍眼這麼小 你當然會 因為現在中國目前的情況 屌你後來 當然就是 屌你後來 你不肯是妥當 當然是屌你後來 外抗中疆 你不肯 你不肯告訴別人 但是你客觀看一看 現在你搞得到 全國國家 黎曼一片 左傾的風氣 不肯讓人讀英文 不肯讓人玩補習 屌你後來 空出來的時間 就是讀你習近平 屌你打機 思想如何去打飛機 是不是這樣說 屌你後來地徒 希望逃避呀 rate 如果想聽外國媽媽和阿 undergraduate 上去打打打打國昇iritu 大國國 hypothesis這遊戲 你老是哪一天限制我一個小時 不能打遊戲 將這示範上網在網上找朋友 山西的智強 希望可以聯絡 Hanagan 南海的小 Working 抓盤國際象棋 又不能給 1小時 一分鐘的盤鐵還沒抓完 還要倒的 處理到天路人縣 很文字的 各行各業 上市有幾千萬 千萬億的市值 一個不小心老人家說要打壓 又要人家交出什麼交出賊 又捉人招呼 混狂著一些大媽媽 嚇到馬雲好像是 突然間見回他 又五十幾六十歲的老人家 見到八十幾九十歲的老翁的情況 個個都被你這樣搞 這個國家就不和諧 個個都被你敲足國 又要跌錢又要成 還要打散一間公司 還要分分鐘還要 屈膏他壟斷又這樣又那樣 跌回一些的錢又出回來 還要分拆公司再來 搞散別人的東西 沒有他 你要打擊你的政敵 慎防dip stay又再出現 這個國家裏面有三千多萬的光棍 找不到老婆 焗著搞機 你老母親又說給別人的打扮 像人妖 像瓦刑 梁梁康 奶油小生又不給 學狗你不懂 左邊的腹腳 離開膝蓋三寸 右邊的腹腳就離開膝蓋兩寸 打扮著衣服打出個肚子 吐你 透露 這樣就叫做中華男子漢嗎 你老母親 搞這個國家人家 人家叫狗都廢 還要逼人生孩子生三個 一連串的東西都倒行逆思亂塵 堂堂一個中國 帶好景象 由胡錦濤交給你 過萬億美元的儲備 幾萬億美元的儲備 給你老母親玩一帶一路 都玩了 是嗎 無人來頭 吐你老母親 無人扮四條去挑戰美國 搞搞震武 擲襯 現在兵臨城下 各國圍堵你 吐你老母親 你自己不敢問罪你自己 你怪罪一隻 吐你老母親 黑天鵝 你沒懶惰吧 吐家產 你知不知 你真的有一隻 吐你老母親 這隻毒蛾 你老母親 養了在你身邊 有些網友怎麼說呢 出現這一隻的 黑天鵝 就是一個不好的笑頭 怎麼解釋呢 叫做野蛾入廟 野鳥入廟 就是一個泰廟 泰廟就是以前的天子 人君 就是吐你老母親 在他以示祭祀祖先 拜天拜地 突然之間 就被野生的野蛾 吐你老母親 在那裡 阿登市 搞亂了朝政 就是國亡的先兆 但是你一早就吐你老母親 拿了這一隻的臨病月娥 進入你的庫囊裡面 你自己不肯知道嗎 你現在看到你中國這麼麻煩 被人吐你為狗公 搞到你又怎麼反國際制裁法 搞到香港又港區國安法 搞到這個被人制裁 那個被人制裁 此作勇者是誰呢 就是林鄭月娥 你這隻黑天鵝一早出現了 吐你老母親 你是眼瞞耳聋 吐你老母親 是藥士 還是吐你老母親 你視像 你參加這個 吐你老母親 東京殘奧運動會 射箭 滷賊 是不是 一早你這隻黑天鵝也出現了 你又不敢搞他 搞到現在香港天怒人怨 八勝吐你老母親 顛沛流離 爬尾拉箱 十九幾萬人這樣 陸續續已經離開了香港 還跟著現在在家裡接近屁 吐你老母親 收十世縣準備走 搞到自己會生金蛋的香港 中國的春袋爆了九成 吐你老母親 搞到現在這個困局 是誰的 是你的 怕一隻野生雀鳥 是吧 自己有一隻 吐你老母親 類人類物類街坊的林鄭月娥 你就不敢一早get rid of他 你不要想瘋了 吐你老母親 明天三月給他臨莊 你死得兩前重 你兩個吐 吐你老母親 閉上眼 吐你老母親 駕行車 一百八十米 扔彎 吐你老母親 你不敢炒車 什麼臭都行 我告訴你 是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自己做錯事 然後吐你老母親 怕一隻隻 吐你老母親的野生雀鳥 就是這些膽怯 心虛 沒有忍用 自己委過於人 不想清楚 每一步亂鬧 為自己一己私欲 不想你國家民眾 不想你世界大局 不想你天下蒼生 以自己保住自己的位置 希望 直到永遠 搞亂攤攤 搞亂世界 就是你這些鬧頭 說真的 你這樣搞 不想天鵝出現 不想西柔出現 來到蒼生 滷賊 是不是這樣說 今天就是美國911的20周年的紀念 大家要明白到 如果這個世界裏面被邪惡的政權 邪惡的力量破壞自由民主 破壞別人享受普世價值的陷家產 那些腦袋在一旁 那些腦袋在一旁 那些腦袋在一起 世界很難說 而當然 我們現在這個偉大的中國 還去跟塔利班做朋友 真是腦袋的腦袋 真是從這個普世價值越走越遠 距離去腦袋之日 真是腦袋的腦袋 真是不用擔心 我擔心中國裏面的西柔 黑天鵝 很快被人劏糕了 沒人交壞 未免眼淵 是不是這樣說 想是林 就將林鄭月娥的黑天鵝 早早設職 不要回大灣區 找個動物園 讓牠養一隻西柔 讓牠臭西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將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大QR Code 幫幫我們繼續撐下去 多謝各位